我突然想起来了 就是好像你们是有一个 神秘空间的一个环节 调心 是的 我很期待这个环节 我去替大家拿一下信 来 抢个愿人们的信 来 我们要不让阿普 分享这个信好不好 好 来 不会是里面写的绕口令吧 兔名侦探学院的各位学长 院长和小手 我常常会与朋友同学提及你们 他们总会投来欣赏的目光 那一刻我就感觉很骄傲 我有的时候可能不是 把你们当作偶像 而是当作榜样 去努力的方向 前进的方向 让我们一起努力 去创造生活的可能性吧 小愿望 希望学长们 可以录制几段劝学语音 想存下来 时刻鞭策自己 拜托了 Trum正在刻苦读书的审计 我觉得就是 读书的本质 并不是去取得一个 什么样的成绩 而是能够帮助你去更好地认识 一个世界 然后更好地认识自己 所以 在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还是 尽可能珍惜读书的机会 好好学习 然后多和朋友们互相接触 都是其实是非常好的经历 还有就是不要想吃思考的 你人生的路是你自己的 你要为你走的每一步负责 如果说能收到各位的好消息 我们会有中的替你们感到开心 加油 不要把学习当成一种单独的竞争 然后试着去发现这种学习当中的乐趣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在学习的这条道路上 走得开心一点 走得有收获一点 然后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 无论是在哪一阶段终身学习 你们一定要相信就是 你学习时候吃的苦 那在最后一定会有回报 所以说加油学习吧 其实学习本身就是一个 去开启更多可能性的一把钥匙 所以你们要把握好它 把握学习状态最好和球之欲最巅峰的 去间段好好的学习吧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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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